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鹽之治,繼續劇情 上次說到最後一個道館,板木老大的道館 但出現了一個超夢夢的劇情 所以我們要先打超夢夢,然後再打板木老大的道館徽章 我們要先打贏超夢,然後再打防戰兵拳 放在頭上是奇爾花,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他睡覺 OK,有機會 感覺對面這個超夢夢也不會是一個很強的AI 即是他會狂用這個攻擊技能,對面也沒有 我們成功之後就換比比喻 我們用這個光明中流去打贏他 現在去睡第一回合 現在第一回合 希望他睡三回合,下一回合有機會醒 沒有 好,看看他會不會下一回合醒 降低對手命中 再降,醒了 精神強烈沒有中 這就是我想見到的畫面 現在降到兩級 防守換 OK 再降 實在太卑鄙了 用這個命中流成功打贏超夢夢 哎呀,對面的精神強烈對我完全沒有用 不知道大家有玩言之志的是怎樣打這個超夢夢 十分難打的確是 就算你用自我再生都沒有用了 用兩次自我再生 嘩,我都不 不是,命中爆了 已經降到最多了 嘩,對面不攻擊了 選擇 怎麼搞的 OK,對面成功用到精神強 唉,但不要緊 不要啊 我們噴火一出就應該贏了 有機會 這裡用噴火 應該是秒吧 OK,搞定超夢 打這招龍我三分鐘 好,那之後就要打小翅郎 小翅郎沒有撞 他已經是第一隻巨鉗蟹了 可能要換一... 咦,不是啊 OK,奇異花放在頭就OK了 火星紛紛 變硬 竟然他比我更快 行 他打不贏我的 假假地都草系啦 你水系想贏我 變真 好啦 阿伯怪 懷疑啊 懷疑這個... 下一發的鐵甲布... 這個什麼 這架暴龍是吧 是板木比的 如果不然他怎麼會有啊 毒針不好 中毒... 噴火啦 雖然也不是扣很多 但是也有一點傷害 火焰漩窩這些不要了 火焰漩窩 有機會我才再... 找一個... 找一個... 找一隻衝來用火焰漩窩 暴龍 奇異花 鐵甲暴龍 其實很難打 如果沒有奇異花 車尼龜那些很難打 這隻... 肯定是你給下百的啦 不然他怎麼會有這隻蟲 哇... 差點死啊 地面技 足夠大力這些 毒氣箱子 用回他自己的那些 比加超吧 順便體驗一下有電器珠的比加超 可不可以打了一半血 剛剛好一半 嘩... 我被人打了一大半 不止一半那麼少 37 37 怪力...好 贏了 沒問題啦 這裡那些... 他們那些蟲這麼像剛才下百 之前打下百那個... 導管訓練家那些蟲 嘩... 普通技 對面對面加鬥技 再見 是不是當我打贏了 又打贏超夢 我打他那個火箭兵團 那三個 導管要倒了 你們八次 還在這裡幹什麼啊 還快走 把我被人摘死了 做得好 你打贏了他們 但你依然落後於我 講到聯盟 我當然要挑戰了 再見了 不是吧 綠色徽章 地震 其實挺有用 尤其是地震 但地震這張技我沒有重學 奇異花色 奇異花可以學地震 但這張技是不是... 是否只有一個 可以長 可以不斷學 那不行 學地震呢 噴火龍也會 那不如噴火龍也學吧 既然他無限的 噴火龍和奇異花都學一學 但似乎有用 唯一沒用可能是龍佬 算了 遲些先 遲些先 好 現在身上就已經有八個徽章了 在這個關東地區裡面 我們是不是成功 可以去打完最後那個聯盟 好 先看看 說實話玩到這裡 都還沒有學習裝置 不過據... 咦? 我需要一些幫助 蛤? 這個是... 廢的還是什麼 38 咦? 是什麼的 真 嘩? 竟然用加防 趕? 噴火龍 玩射壁 噴火龍 平衡啊 噴火龍也很高 光合作用啊? 停啊 剛剛學了什麼 算了 不要地震了 OK 這裡 可以照樣走 唉 嘩 這麼遠都看到 說剛才說 學習裝置現在還沒有 然後我找過這個 攻略 就說 冠軍知道這條路 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撿到 學習裝置 那我看看在哪個位 鬼面? 收走? 怪力? 哎呀 我都換了一半 我都換了一半 沒問題 嘩!這隻 又是岩石 噴火龍又是不會打一贏 我快點吧 大家都同呢 堅硬 咦!沒有堅硬的 這樣也收走? 噢死了 送了一盾甲給我 摩魯鳳 噴火龍 其實很強 噴火龍啊 阿奇爾花這兩隻夠了絕倍 OK 怎樣 一個打輸出一個打防禦 夠了強 呃...大鑑 火啊! 噴射火已經破格 破格好像是... 夢特星來的 會不會有學習裝置呢? 不像有... 好 不要理那麼多 進去先 嗯!到了嗎? 咦!這麼快到了嗎? 另外一個圖鑑未知道 裡面的資料... 啊! 為什麼要打呢? 西野生不用 我去外獸 輸給我吧 外獸 先回去 嘩!急凍光線 睡覺 竟然用急凍光線那麼兇 OK,現在回到第一回合 還是一彎醒 再回... 被我打到一下就可以了 我打中到一下應該扣到一半路 嘩! 他有沒有這麼幸運啊 又是一彎醒 咦!落錯技 嘩! 一滴血 幸運 直接打吧 直接打 嘩! 捉你好運 規則很多 如果有太多投訴 規則改變了 看來需要這個 啊!就是這個了 學習裝置 等了很久了 給車利龜 我決定要給車利龜進化了 要不然他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 咦!等一下 他的學習裝置是... 是全隊都擁有還是沒有看到 在這裡 咦!打開開...咦! 打開開關 不知道現在又沒有呢 廢子 不要用 這裡是不是要打了 咦! 這是什麼地方 哦! OK! 買一些... 買一些藥品 這裡是 巴他碟 果實? 嘩!厲害啊! 這個厲害 一定要買木子 超厲害 文藥果也是必須要買的 嘩!這些不錯啊 喂! 為什麼火箭兵器在這裡呢? 覺得很可疑 買什麼的? 深知兩片這麼便宜 幫你買10個 紅線 不變之石皮皮玩偶 我覺得不錯啊 真的在打道館之前 竟然可以有樹果買這件事 雖然正主不會出現 但是我覺得不錯 草傷害提高 嘩!這些有用啊 這些不錯啊 水傷害岩石 超能力 這個又有用啊 買一買吧 反正這麼便宜 五千太便宜了 這裡去哪裡啊 關東華麗大型慶典 等我們佈置好再過來 華麗慶典? 不關以為華麗大會那些東西 這裡是不是就是打天王 對啊!天王去PC 這個 哇!弄得不錯啊 草場地水場地 必須完成才可以挑戰 哦! 多特別啊 這個聯盟有幾款不同的挑戰要打 這個呢? 這個就是四天王的商店沒什麼特別 報名 四英聯盟 OK要報名 報個名 水之挑戰 水啊? 這個應該就 第一次挑戰很簡單 準備輸給令人經驗的多武 OK 咦? 一定是噴火龍吧 在水場地 燒爆他的水 蒸發了 喂? 大家 是否因為大家都這樣想 為何對面用椰彈樹呢? 有點不對勁 還好有帶噴火龍 精神強點OK 嘩! 嘩! 我level高了超多 我高了10呢? 反倒總之不要 噢!現在是全隊 啊!不是喔!現在不是全隊 比加超武吃到驚 不知道怎麼開呢? 那個學習裝置 水炮 沒什麼可以 嘩!水炮 輕鬆啊 這麼大後腹 一個電就可以把他電回家裡 這次應該可以一下子打死吧 吸收 嘩!還是打不死啊 這個比加超的能力值真的令人擔憂 好啊! 沒辦法理解 多姆怎麼會輸的 驚蟹世俗的多姆 祝你贏下一場是藍石戰地 其實挺特別的 好!那這個死鷹聯盟 待下集回來再攻略他 今集時間就打了這麼多 下集將會去到 最後會是怎樣的一個死鷹聯盟 非常之特別啊! 有別於以往的 單純打四個 四天王子 打完冠軍 完結 但是你看到這個死鷹聯盟 它有分場地 然後又有不同的訓練家 好像是真的在參加死鷹聯盟 就不是可能單獨就這樣挑戰天王 然後打完冠軍就 哦!完! 爆機Ending 就不是的 這遊戲都挺特別的 好啦! 那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各位掰掰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